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哥的老師 哇 我們常說居家風水當中 一定要先除櫃後開運 那什麼樣的地方呢 晦氣最重 那就是我們的預測 尤其就是馬桶的地方 如果你加一個馬桶 藏汙納豆 你會發現家運不順 事業不好 財運不佳 還有健康走出來開運 所以馬桶的清潔很重要 那今天要來告訴大家一個法寶 什麼法寶呢 就是我們的一粒亮白 招財貓開運自動馬桶清潔劑 好 因為它有非常強大的洗淨力跟除惠力 而且它是用澳洲彈香的味道 來讓你整個滿室芳香 柴氣充沛 那招財貓呢 本身呢 貓就是最愛乾淨的嘛 我們常講 狗來虎一定要來起爪廚 所以用貓來守護你的居家風水市場 然後除惠又招財 絕對是最強代表喔 好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呢 招財貓如何把家中的浴室以及廁所馬桶的晦氣除掉 走 好 我們現在來到呢 就是浴室廁所的地方喔 那浴室廁所呢 本身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除惠氣很重要的一個風水格局 那我們要如何運用這個招財貓 來幫助我們除惠清潔又開運呢 好 首先呢 這個招財貓呢 總共有四個招財貓的款式 那每一款呢 代表不同的除惠的好運氣 好 像我手上呢 這個呢 就是右手舉起來的 它是招財款式的招財貓 那倘若說呢 你今天有一些財運的障礙啊 甚至常常被劫財啊 甚至於常常生意不好 不加薪的話 跟錢財有關的 你都可以選用這一款 那另外呢 也有這個 桃花款式的這一個 哇 除桃花貴氣的桃花玉手喔 它穿粉紅色 花開富貴 牡丹花的衣服 象徵什麼呢 象徵幫你招來好的人員 好的桃花 那如果呢 你自己本身呢 有桃花的障礙 所謂的爛桃花 那你就記得 要把它放在呢 這個馬桶水箱裡面 每沖一次呢 幫你把這個爛桃花去除 把這個維圓障礙呢 把它反斷 好 那第三款呢 就是我們的 健康御手的貓咪 哇 它身穿呢 就是一個綠色的衣服 好 那這個健康御手呢 代表就是說呢 可以幫助我們去除呢 身上的例如說 病符啊 或是無名病痛 當你覺得 情緒很不好 或是健康呢 常常反反覆覆的 健康運不好 記得把健康御手 放在馬桶水箱裡面 每沖一次 代表把你的病氣 病符 全部都流出去喔 好 那第四款呢 就是我們的 貴人御手 就是去除小人的部分喔 如果當你覺得口神是非很多 小人太多了 講你壞話的人太多了 因為人紅召妓嘛 如果你要把這個官非 小人問題去除的話 你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貴人御手呢 放在我們的馬桶水箱裡面 代表每沖一次 小人跟你 say goodbye囉 好 我們要如何呢 運用馬桶 來幫我們呢 除櫃 把快運呢 給帶走呢 首先呢 我們要打開水箱 那我就選一個 招財御手 那這個招財御手呢 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呢 放在這一個馬桶的水箱裡面 然後找一個比較空曠處 把它放進去 它會自動溶解 然後每沖洗一次馬桶呢 都幫你除夠防眉又方向喔 收馬桶呢 就等於刷馬桶 讓你瞬間乾乾淨淨 而且呢 它會自動釋出 那這個呢 一瓶呢 大約可以使用30到40天 非常的耐用喔 那以前呢 你可能想說沒有洗過馬桶的人 那你覺得很難洗到很乾淨的地方 它都可以幫你注意到細節 一次幫你清洗乾淨喔 那馬桶呢 把我們的幻孕呢 放最老 因為我們的招財貓呢 它是嚴選了我們澳洲檀香的香調 那檀香呢 本身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磁場呢 更新 就有儲惠又有招財的作用 在每次呢 沖洗這個馬桶的時候呢 你就會聞到 嗯 淡淡 優雅 然後又有招財的檀香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棒喔 哇 一年四季 二十四節氣 天天贖惠 天天好運氣 不要忘記了喔 一定要選用 一粒亮白招財貓 開運自動馬桶清潔劑 守護你的好運氣